大家好,欢迎收看海纳渔夫漫谈华人新区 华人新区包括哪些城市? 华人新区包括罗兰岗、哈显达岗、黑桃寺、专丝邦、齐洛岗、威斯科威拉 商业主要是以科里马大道,它跨了罗兰岗、哈显达岗、黑桃寺 华人新区的一个对断在罗兰岗和哈显达岗、库里马大道这一块 这是华人新区的势力范围 华人新区的优势在哪些方面? 第一个,它地理位置优势 因为华人新区它是在华人老区和华人新区区耳丸之间的一个区域 它地理位置上面在相当于一个中心点 第二个优势因为它靠近工业市 那附近的有很多的那种仓储、运输 所以说它的工作机会,包括电商 它的工作机会比较多 它新区的那些房子 因为建的是刘七十年代的,相对的而言 它的房子可能要比老区更好一点整体的一个情况 第三个,它的质干状况还不错 我觉得新区的整个的质干状况应该比老区更好一点 它有不错的学区,像黑桃寺的学区 钻十八、南钻十八的学区 都是也是在南加非常非常顶级的一个区域 第四个就是说它的商业配套 我认为对华人来说还是非常完善 它的餐饮也,它的商业也比耳丸的价格更低廉 华人新区的劣势在哪些方面? 社区环境在固法 整个的一个社会的那个阶层也在固法 因为现在通过我们的一个观察那边的房子 因为工艺面实际上是非常小的 因为固法过后没有大的一些新的开发的地段 房价的也是在持续的一个上期 因为刚需的一个存在 所以它也不跌 涨了它也不是太差 固法的一个非常严重 从那个房子投资来说 它是价值很低的 华人新区房屋租售比如何? 它的租售比和老区存在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房人大多不愿意租房子 都愿意买房子 所以它的租售比也是同样非常差的 一个一百多万的独立屋 也就租过三千五到四千之间 而且要寻找到比较优质的租客 都是比较难度比较高的 华人新区房屋有哪些特征? 因为华人新区的房子 我说过建于上世纪留期十年代 格局不是太好 成高也低 格局还是给人怪怪的这种感觉 你像钻石帆 我黑头很多房子都是给人怪怪的 这是我们大家圈内很多人的一个共识吧 第二个就是比较贵 大量的群体的一个往东移 成熟过后流动小 刚需债而供应面小 所以说它的房价是不便宜 八九十万只能买个又破又老又旧的三房 一千八两千次左右的这样一个独立 是比较贵的 第三个我觉得新区的治安状况 因为大家都认为华人有钱 所以说那边也经常会爆发新区 爆发一些国心的那种治安事件 治安的问题将是未来会突出出现的一个问题 华人新区会成为华人新的核心区域吗 从定的位置来说 它就是华人的一个核心区 但是从商业来说 我觉得它可能不会成为核心区 大的格局来看的话 那么未来我觉得可能 华人的核心区会在尔万 华人新区以哪些居民群体为主 华人新区你像黑道士 就是一八十年代台湾移民比较多一点 现在新的中产的大陆移民 定居率是非常多的 华人新区房价趋势如何 因为我说的这个华人新区这些城市 都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它的流动性非常低 新移民的一个进入 我觉得是有限的 有在进入但是有限 因为很多的中产新移民 现在是在向东边的东谷移动 或者乱丘库库库蒙古移动 所以说阿人新区会涨 但是它的幅度会远远低于 新兴的成长的区域 从投资我说的 投资扑伐的话 它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好的选择是我们要往东往东再往东 这是我第一个观点 供大家来参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